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 吴磊照经脉,暴雪时分的双向奔赴 前一阵北京下大雪,玩雪的时候 吴磊没有堆雪人,而是把自己的脸直接埋进了雪里 那一天,我觉得我就是个雪人 刚过去这一年,吴磊和雪颇有缘分 年初拍摄的剧集在暴雪时分 就在白雪矮矮的异国城市徐徐展开 借由这个故事,吴磊也在各种维度挑战着自己 在一片冰雪下,他守护着自己一颗炽热的心 整整一年前在暴雪时分在赫尔辛基开机 这座远在波罗的海旁的城市 与吴磊的家乡四川,飞行距离6508公里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漫长旅程 吴磊给自己的第一个任务是努力熟悉当地 让自己足够入乡随俗 毕竟,即将饰演的林毅阳,在故事里已经在此地生活许多年 吴磊要想方设法贴近他 熟悉他每天见到的日出日落,才能在镜头前成为他 当时就期盼能在异国他乡还原小说里的情节 出发之前,吴磊做过一些功课 知道赫尔辛基这座城市的节奏很慢 但等他真正抵达,还是被当地的实际情况小小的震惊了一下 到了之后,发现他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加的不着急一点 于是他也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 不是非要抓住什么人探讨内心感受,也不是找几个标准样本去模仿 而是就自然而然的,像当地见到的每个人一样 在大街上走走停停,做一些本就该发生的事 赫尔辛基不大,在快拍完的时候,我基本把那里摸透了 其实就是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一种舒适感 如于得水的融入那里的气氛,也包括对语言的适应能力 这些对于把握这个人物的色彩都挺重要的 他甚至像真正的本地人一样,跳进了冰火两重天的海水浴场 就是在冬天最冷的时候,跳进海里 然后立刻跑到桑拿房,蒸完之后再跳回冰冷的海水里 描述这个画面时,吴雷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起初并不理解 后来了此不疲的小小游乐场 从海里出来的时候,肌肉都在颤抖 然后钻进桑拿房烤到出汗,跟陌生人聊有的没的 听大家砍篇说的,很有意思 说到激动的地方,他特别补充了一句,但还是穿着裤子的 但其实在言谈话语间,重点早就不是装扮 而是在那个环境里,他可以像周围所有人一样卸下防备 只专注在跳还是不跳这一件事里 本地人可以跳五六回,我最多跳两回 和街道上各自行走的陌生关系不同 当大家聚集在这一方小天地,每个人都可以挣脱各种客观的束缚 吴雷也在这儿捕捉到了当地人真正的内在气质 起初觉得芬兰人很设恐,但好像在桑拿房里还挺健谈的 每次都会聊很多有意思的事,还会相约再去跳一回 除此之外,吴雷还找了很多个入口,去成为那个具体的林一阳 我不仅要打斯诺克,还要打九球,专业技能上做了很多准备 还有就是看小说,对小说的角色和情节都进行了一些研究 在剧里,林一阳是个曾经走上巅峰,后来又陷入低谷的天才选手 作为一部竞技体育类的超甜言情戏 故事的主线情节就是男女主角之间的双向奔赴 相互治愈,高甜又高然,所以在逐渐进入角色的过程中 吴雷也要让自己的内心去贴近这样一个林一阳 看似难以亲近,实则一旦心动就全情投入 他很有天赋,同时又很努力 很早的时候,他因为年少时犯过的错误 因为心结与傲气退出了赛场,但再远离赛场这些年 他一直没有放弃过台球这项运动 同时还在学习其他专业,在国外有了自己的生活 这不是吴雷第一次扮演经历低谷的运动员了 在理解角色的过程中,他总记得自己看过的一句话 大意是,即便你再有天赋 但如果不努力的话,天赋会一点一点被收回去 努力是维持天赋的一个根本途径 或者说,努力本身也是一种天赋 这句话,既是在说当运动员的林一阳 也是告诫从小就开始做演员的自己 拍戏的时候,有时候会越拍越紧张 其实也不是要给自己压力,而是无形中,会很想把角色给创造好 当你有了迫切的期待,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压力 布局限于拍摄的那几个月,从接到一个角色,到他通过影像被观众亲眼看到,整个过程对吴雷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尤其是有时候配音,特别紧张,不是紧张配音本身,而是紧张要看到画面了 这是自己几个月的工作成果,你就想知道,哎,怎么样,会不会不好 从2005年第一次演戏到现在,吴雷早就学会了接受遗憾,但也不避讳自己偶尔会遇到一些难以面对的时刻 有时候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始终不敢接抹布戏,一直是身边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在鼓励我 很多时候,你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办法,而是一份相信,一份鼓励 甜蜜的爱情故事即将在荧幕上演,荧幕之外,借由角色给观众带来治愈与能量的无垒 也在一次次的表演里,为自己寻找着前进的勇气 作为典型的阿人,每次进组,赵金脉都要缓缓地找到一个让自己舒适的节奏融入 哪怕他从八岁就开始拍戏 在表演这件事上早就经验丰富,但每一次崭新的开始,他都能感受到强烈的新鲜感 从进入环境开始,他有着不急不缓的内心步调 我是在当地时间的凌晨落地的,所以见到的是一个还没有睡醒的城市 那是一种蓝色调,我很喜欢这种氛围感 这部名叫《在暴雪时分》的新作品,前期有大量戏份拍摄于遥远的芬兰 在抵达之前,赵金脉对于北欧只有模糊的概念 不知道那里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但真到了之后,他却很快从陌生中找到了亲切感 那里的温度跟东北蛮像的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冷,有的建筑感觉也有点我老家的风格,所以看起来还蛮熟悉的 也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适应中,他开始渐渐找到了拍摄的感觉 那之后,他开始把精力专注于对角色的寻找之中 虽然旁人看不见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 但他知道自己正经历一场两个人之间的拉扯 哪怕站在对立两边的,就是他本人和即将出演的角色 他依然能感受到一种看不见的试探 每一个新的角色,都能带给我一种全新的体验 这种感觉让我紧张,也带给我刺激 这一次,他想要尽快找到的人,是一个名叫因果的九球选手 生活里甜美温柔,赛场上战斗力惊人 他把它比喻成一颗红红的小樱桃,外表甜美,内核坚硬 为了演出浓烈却不刻意的甜 赵金脉好似唤醒了内心里的一个小女生 这既是属于他本人的一种可能性 也是自己此前都没怎么见过的全新一面 第一场戏,也是距离比较前期的一个情节 我在房间里给林一阳发信息 要演出看到信息后的害羞,还要有那种小雀跃 我这个人生活里不太会撒娇,起初还有点不好意思 就像当下青年男女真实的恋爱过程 剧里的因果和林一阳 很多话也不是面对面说出来的,而是哪怕同在一个屋檐下 也要通过发微信或是表情包来表达情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赵金脉难免要对着手机屏幕去展现情绪 怎样才能在有限的互动里表达忍不住的爱意 就成了他最先要攻克的难题 刚开始的时候,导演总跟我说可以多一点,再多一点 我们有很多发微信的戏,光看文字可能体现不出情绪 这种时候,就要调整自己的表演尺度 其实我觉得这跟大家谈恋爱是一样的,跟喜欢的人发微信 会情不自禁的有很多小表情,开心的时候甚至会对着手机尖叫,还是挺真实的 等拍过一些对着手机激动到尖叫的戏份,再回头去看两个人在相互试探阶段,发微信的桥段 赵金脉确定自己逐渐找到了因果该有的状态 那就是一种把所有喜欢都勇敢挂在眼角眉梢的直接 当我跟这个角色更熟的时候,就会觉得,原来他可以更打开一点 情感之外,赵金脉也通过各种小设计,让自己能更容易找到因果的感觉 我之前完全没打过台球 但因果是一个很专业的运动员,从小就开始练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专门找教练学台球 我想去找角色身上具备的一些特点,要像一个常年打台球的选手 为了全方位的了解因果,赵金脉找了不少运动员的纪录片和比赛录像来学习,通过这些资料 他开始想象因果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 听他们的故事,我就会脑补因果小时候练球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再到更微小的细节,赵金脉还琢磨过因果擦桥粉时究竟用什么样的手势 每个人擦桥粉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两下,有的人三下 擦桥粉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所以当时就在想,怎样用这个动作的节奏变化,去体现每一场戏不同的情绪 为了防止球感撞头和球之间产生滑脱,抬球选手在比赛中要频繁的擦桥粉 如同通过发微信这个小动作能表达对爱情的投入 擦桥粉的过程,也是它展现因果另一面性格的小舞台 一切之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但表演很多时候是以小见大 一些小的动作设计能让观众瞬间就感受到这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不知道原著作者在为女主角取名时有什么样的设定,至少在饰演因果的过程中 赵金脉把这个从小在运动项目中磨练心性的姑娘比喻成一颗樱桃 她外表柔软毫无攻击性,但内在却坚韧早熟 无论是球场上还是生活中,她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常常逆风翻盘 在林毅阳遇到困难的时候,她可以成为她坚强的后盾 对她说,没关系,你往前走,我就在你身后 在因果身上,甜美与坚韧是同时出现的,这是并不矛盾的一体两面 气味常常会影响人的情绪,这次拍戏,我想让自己甜一点 所以特地带了一盒献香在身边,那个味道甜甜的 让我很治愈很开心,好像会更容易走进因果 至今,赵金脉还记得在那几个月里陪伴她的那个味道 这是她藏在心里,一段专属因果的特别记忆,勇敢而甜蜜 未来,随着一个又一个角色的迎接与告别 赵金脉的记忆片段亦将愈发丰富可能是某种气味,某一首歌 或者某些挥之不去的场景与画面 点点滴滴,标记着她的生活,汇聚成生动而饱满的成长与历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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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